比较简单,前三类的话 至少你最后要学会哪些东西 第一个,当然一定是基本函数 一定要知道函数的使用 然后怎么去下一公式 然后格式的设定,怎么设定格式 那我们这一类的话 第二类的话就是资料编修 跟列印能力 列印的话就是将来你资料弄好 你至少要可以把它列印出来 而且 列印的时候特别注意,尤其是之前一直强调 有一个叫什么 就是跨栏 跨栏列印那个栏位的名称 那个地方的话,特别注意 很多人真的列印不出来,列印的时候 只有第一页有 那个栏位名称,结果第二页 居然没有栏位名称,那为什么 因为在列印的时候 忘了设,没有设定一个什么 一个那个列的部分 所以这个上个礼拜刚好有讲到 还有前面有一题也有类似的 那所以呢,至少你在 将来呢,资料编修 跟列印能力上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主要是这个第二类 它的重点诉求 那第三类的话,其实难度 就会再稍微高一点 不过我觉得因为现在 大家职场上很需要 就是如何把资料 把它变成视觉化 所以视觉化就是说,马上变一个图表 数字的话呢 当然如果你要去理解 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但是你看图的话呢 比如说你数量,你用直条图 一目了然,或者比例的话 你可以用圆形图啊,或者是环形图 马上可以知道 所以现在蛮缺的是,如何把一些数据 尤其是大数据 转换成统计图表的方式 然后把它做输出 所以第三类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那当然要画图 又是另外一个难题 那画图的部分的话 那你就需要知道说 在Excel里面呢,如何绘制图 画图之后的话 做一些像什么 图表的样式的变化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用哪一种样式 那怎么去变更图表的类型 还有它格式的设定 等等的 甚至这边有考到有关3D地图 我印象中好像他这个里面 题目双数题好像没考到 但其实如果有 你如果会用3D地图的话 那当然更好了,比如说哪一些东西 资料放在地图哪个地方 一目了然,OK 比如说像什么,像之前有同学 做报告的时候做那个 像UBY站 像UBY你们应该有骑过啦 UBY上面,比如说像 显示出哪个UBY站 它的站点的 比如说那个数量 可以借跟可以还的数量 那其实当然啦,如果你看数字 一定还是要思考一下 可是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图 大的圈圈跟小的圈 如果越多表是圈圈越大 越少 甚至没有的话 甚至没有圈圈 那这样的话 一看就知道了 如果你这样,假设你比如说你骑到 一个地方要还的时候 你才知道那个地方 有没有办法还 那你要借的时候呢 你才知道哪一个站呢 可以借的这个UBY数量比较多啦 其他的话还有像 怎么把图表合并 也就是一个表 里面可以不止一个图形样式啦 等等的,那这个后面 也许我们把今天这一题 讲完之后 再来的话 就是要讲有关 那个图表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 其实用的还蛮普遍的 而且越来越受到青睐啦 那当然这个 待会就是要来看第三 那今天我们先把那个 第二类的题目 先大概完成 所以今天请各位 一样先把那个 第二类的那个 二零八 上礼拜好像二零六零二一零有讲完 那二零八部分 好像还没讲到 所以待会请各位呢 稍微把这个 第二零八这一题 先稍微看一下 然后这个这一题的话 其实主要大概几个诉求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而且你会发现 他这个题目上方都很难易度显示 之前好像常看到是易啦 不过你会发现这一题 他把它跳到中 那感觉好像应该难一点点 不过到底哪里难 等一下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比较难 那题目有一些说明 我觉得这个题目说明 我之前一直强调 真的还蛮好 因为有个情境 你比较知道说 这个到底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他说 这个电脑技能基因会 他举办那个一个 城市设计比赛 然后工作人员呢 用Excel记录 并计算选手的成绩和排名 这个还蛮一般常遇到的 所以你会发现 所有的计算 很多都会用Excel来做 而且好像 除了Excel之外 好像 现在比较少用别的软体 我发现 好像 但其实 试算表方面的软体 其实非常多 而且有很多免费 但 可能是因为大家用不习惯 所以你电脑里面如果 灌的不是Excel 而是别的版本 恐怕你一定会觉得 真的怪怪的 哪怕他其实大部分都一样 像那个LibreOffice 95%都跟Excel一样 可是大家就是用不习惯 好像LibreOffice 其实也是免费的 奇怪 用的好像也就没那么普遍 然后接下来的话 作答须知 就开那个档 这应该没问题 然后 这个设计项目的话 总共有几个项目 第一小题总共A到E 总共有五个小题 第二小题的话 底下又有A到D 然后底下的话 当然结果 就这样 所以其实就两题 那总共的话 A到E 跟A到D 总共大概九个项目 要把它完成 那我们足以来看一下 大概有哪一些 我们 第一个的话 他说要打开这个工作表 这个SchoolList 就是成绩的清单 工作表 然后他说将什么 12到K311 这个范围 每个储存格的数值乘上10倍 看一下 所以打开这个工作表 然后切到SchoolList 这个工作表里面 然后呢 他说12 12在这里 这个就School 12 到K K的底下 我想应该是Ctrl向下 应该到 331 没错 所以是12到K 331 那他的要求 其实还蛮简单的 就是要把这边所有的成绩 都乘上10倍 其实乘上10倍 就乘上10 你想说乘上10 要怎么做 OK 当然不是说叫你在这边 直接给他输入一个10 或者是说你想说 老师那我是不是可以计算完再贴回去 不过比较简单的方式的话 特别注意 你可以用一个选择性 其实还有更简单的招 比如说你可以这边输入10 然后把它复制之后 其实是有一个选择性贴 选择性贴上的话 就是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你可以用选择性贴上 把10的东西贴上来之后 这边有个选择性贴上 选择性贴上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运算 这个应该可能大家比较少用 运算里面的话 因为我把这个东西复制 那贴的话贴到这边来 那预设的话当然贴 贴过来 理论上如果只有值 就把10贴过来 可是我现在贴不是哦 我运算的时候呢 我是希望把它改成乘号的话 那你会发现 如果把它贴过来的话 有没有 把原来5 改成乘号 那表示这个贴过来 它是贴一个10 所以10乘上它原来数字 看一下结果OK 其他应该不要动 好 你会发现呢 哇它马上怎么样 就可以把原来的7.7 变成77 没错这10倍 最后这个 其实可以把它删掉了 OK 那这个方式的话 基本上应该是最快的啦 如果说 假如呢 你要用别的方式的话 OK 假如说你要用别的方式的话 变成说你可能就是要 什么计算 那 感受一下 那如果你不会这一招的话 以前的做法 可能会直接想到 就是在旁边做 等于什么 等于 这个资料 乘上10 有没有 然后呢 其实这些行有做过类似的 像右拉一个两个 怎么说几栏呢 7栏 3 4 5 6 7 2 4 6 7 有没有 它算完之后的结果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 填满到311 那你算完之后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 你只要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再把它贴回来 不过这边value有错误 所以这个的话贴可能 这个地方不要贴 然后贴回去的话 把它选择性贴上也OK啦 可是这样做好像相对于 刚刚那个方法来得更麻烦 所以我刚刚的方法记得 先在这旁边输入10 接下来记得把它复制 那贴的话 直接就选这个范围 选我建议是Ctrl Shift向右向下 这样 然后按右键 选择性贴上 这边选择性贴上 那记得只要改个地方 把这个贴到这个范围 然后把它相成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应该最快 而且最没问题 试试看好了 那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然后